您好,歡迎收看3月20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新冠疫情逐漸趨緩 中央相關的防疫規定在3月20號啟動了鬆綁新制 花蓮縣衛生局召開記者會 依然過去在花蓮縣的疫情走向及相關的配套作為 也感謝各級單位一路走來的支持和配合 整體來講,3月20號之後 整個防疫就是免通報、免隔離 所有的防疫措施回歸到我們一般的傳染病 所以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這個情況其實就跟流感一樣 也跟我們的腸病毒一樣 腸病毒輕症也不用通報、也不用隔離 流感也是一樣 但是對於重症的腸病毒或者重症的流感 它是一樣會通報的 但是是由醫療院所來做通報 那隨著年齡的增加 我們的接種率跟全國比起來就有一定的差距 尤其可以看到75歲以上 我們花蓮縣的第一劑的接種率只有78.6 然後第二劑是74.0 跟我們全國的82.5跟78.9都有一個落差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我們的長者能夠繼續來接種疫苗 畢竟長者被感染之後 它的風險性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花蓮縣衛生局持續地來推動 長者打疫苗加碼送500 從我們的2月24號開始 一直到4月30號 凡涉及在花蓮縣 就是65歲以上的長者 或是原住民55歲以上的長者 接種任何一劑的新冠疫苗 記得是任何一劑的新冠疫苗 不一定是第一劑 第二劑 第三劑 最佳一劑都一樣 都可以領到500元以下的衛教品 我想希望不要因為疫情的解封 而讓我們把口罩戴著時機一點拿掉 當你本身有上呼吸道疾病 其實不管是新冠病毒 流感病毒 或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當你有任何的上呼吸道疾病症狀的時候 請你要把口罩戴好 如果你本身有上呼吸道症狀 又有發燒的現象的時候 請你最好在家休息 所以其實勤勤手 與咳嗽的禮節 這些都是我們一般的人 應該有的健康生活態度跟習慣 所以希望三年兩個月的疫情 在今天如果畫下休止符 但是並不期待 我們這三年兩個月之間 所養成的良好的健康習慣 又因此而畫下休止符